红准液晶屏修复设备介绍 手机是现代人必备的随身物品之一 但由于经常使用,跌落时有发生 手机屏破碎也成了手机维修师傅最常碰到的故障之一 下面,我们使用红准生产的设备一步一步了解手机屏OCA修复过程 第一步,将破碎的外皮从液晶上拆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步,将清理好的液晶屏重新附上OCA 并放到无地区中与新麦庭对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接MAG真空贴合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步,将对位好的屏幕放进去 贴合枪器中进去贴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步,取出贴合完毕的液晶屏 放到除炮机中除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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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